新疆囊包肉15块钱一个 一大块羊肉半斤重 挂上糊给炸一炸 然后来一份 就这样 把这么一个饼 这样给蘸上这个汤汁 一定要蘸满 就这个油油的 汤汤的 特别香 就这样 你看 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 必须全部蘸满 就这样的感觉 到了新疆一定要亲手体验一下新疆的美食 给我个盘子 我找我的助理 我找我的助理给我个盘子 就这样一个 来上这么一个 再加上一块肉 一定要从这个里边 还在炖着这个油的感觉里边 来上这么一块 就这么一份 来上一点这个 灵魂的小汤汁 这么一份 只要15块钱 走 我们去品尝一下 整个刀 专切这个 不影响 这边对羊肉特别爱好 就是生的熟的都可以 里边还有菜 铁色 专进卫生 撒上点子然 Hands up 辣椒 辣椒 来来来来 好 谢谢老板 这样 谢谢谢谢 肉 它这个肉是炸完再煮 这边是这个面糊 这个饼上面蘸满了这个油脂 这样吃 包上这个羊肉 就称为囊包肉 在新疆吃南疆没有皮牙子 没有辣椒没有蒜 味道怎么样 饼很筋道 吸满了油脂 这个肉就是咸鲜味的肉 咸鲜味的脂肪 外边是一层面糊 用油一盏 肉不是太烂糊 因为这天我们现在是刚开始 这边的羊肉不需要什么加工 只需要吃本味 它就好吃了 里边还有羊骨髓 所以我一遍一遍大声的歌唱 这就是我们的一道